这个补的新的痕迹 这个补的新的痕迹 地下停车场充满石器 上方处处有着钢板 沉洁漏水 再看看四周两柱 多湿啊 你看一波都下来 手轻轻拨 看了时代胆战心惊 尤其声缩风 已经越历越大 羞羞补补补的停车场 根本危机重重 就在北市新医区的 松信路地下停车场 86年建商为了多赚钱 偷盖了钢购夹层 原本五米的高度 一分为二 上下两层 够占一米八的空间 上层现有停放90部车辆 下层有108部 原本市府维建科 要在24号封闭车道 结果却迟迟没下文 我隔壁的住户 他已经跟我说 他的车子是跟他们 租停车位的 但是他的车子 已经他的左边跟右边 都有东西掉下来砸过了 然后要开启调会 要我们希望他能够就地合法 我请问 维建都可以就地合法化的话 那其他市府要他干什么 因为我们目前这个 协商说明目前还没有结束 那目前我们会先用行政贷金的方式 之前是拔了两万 现在大概会再拔四万块 然后限制三个月 那原则上 服方还会针对这一块 我们继续帮两个人协商 市府公文写了 去年四月 维建查报要求要签移车辆 并且封闭车道 但上个月人员勘查 案子维建依旧没有封闭 因此要出两万元贷金 与其还要强拆 结果有公文却没行动 住户值一十八号的协调会 就是因为议员官说 结稿前一人没有回应 但夹层停车场已经存在多年 上下层车位住户各有坚持 但这问题一日不解决 看看这脆弱的梁柱 一旦出事了又该谁来负责 接着张开亮说几样业印台北报道